宅剑是不是没有救,问问你建立没有? 其实大多数的好身材都不是天生,要不就是太胖,变瘦了,要不是太瘦,把肌肉练出来了。 所以天生就是男神女神,这种童话故事大多数都是骗人的。 就好像所谓的宅剑,你没有投入时间去改变它,怎么可能变宽了? 这些训练都充满细节,你注意到哪几个呢? 一,用器械来做大重量推曲,我们使用自由重量进行推曲,如抗铃推曲和哑铃推曲时,身体的其他稳定肌肉,残余才能让动作完成。 实际上,负重对肩部肌肉的刺激就会减少。 如果训练想负重,针对三角筋是一个大的刺激,把抗铃推曲和哑铃推曲换成器械推曲,并在训练的开始炼。 这样也能更集中发挥更大的力量。 二,训练量一定要足够,一般我们都会安排每组812RM的训练,这是一层极为目的的有效次数范围。 但是对每组8RM的训练方法,已经没有感觉了,不妨把训练次数增加到每组11RM或更多。 这样的话,对比大重量少次数的训练法更加安全,而且从中获得更大的蹦感。 三,训练三角筋需要增加训练频率,每周应该安排练两次肩。 的确,这样的话会对肩部肌肉,带来更多有效的刺激,把肩部训练分成两次。 三角筋的每个部分,都可以得到有效刺激,而且,我们在胸部训练,都会刺激到三角筋前数,在胸部训练会刺激到三角筋后数。 保证了训练频率,我们还需要在饮食和休息中提高要求,两次肩部训练中间要保证有两天的休息时间,并且日常多吃点,但白只怕量高的食物,还要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。 四,薄弱的部位增加训练,前数,中数,后数是三角肌的三红头,很多小伙伴都会猎到发展度平衡,如果要三角肌又大又饱满,针对比较弱的部位一些训练刺激,如果后数比较薄弱,那么应该要在后数上下点功夫,增加训练动作和训练量。 五,对着镜子来练,进行训练时,照着镜子完成,可以发现自己训练情况。 如果你是人生小白,或者还没找到捏动一次的小伙伴,这种方法有起奏效。 对着镜子,我们可以观察到自己的训练动作和运动轨迹,也可以看到自己在训练过程中,肌肉是否有在收缩。 肩部训练计划,训练动作组数次数组间休息,器械推指41290秒,直立划船41590秒,雅林前平指41590秒,雅林车平指41590秒,三小飞秒41590秒。 如果想前平指,获得更多的刺激,可以爬在上斜板上进行,与一般雅林前平指不一样的地方是,为了增加运动形成,方法可以是把雅林举过头。 测平局训练,可以让你的在脚肌中处更加饱满,呈现出雨上臂与肩部分离的视觉效果。 我们一般会使用站姿雅林测平局,同时可以增加坐姿测平局。 坐姿测平局,可以稳定你的身体和核心,让三小肌中触发力更加孤立,风感更强,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,永远都不会担心机会不够宽。 训练就是要改变自己,从训练量去改变,从训练动作去改变,感觉对了,肩部就能炸裂起来。 如果你那天练起来真的有感觉,不妨多练极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